全台盛行率大约有10%的肠躁症 如果吃到了含有果聚糖等食物 就容易引起腹泻 然而这药物是只能够减缓7成 那么台中荣总与营养师就合作 开发三阶段低负敏的饮食 为患者来制定客制化的菜单 来缓解肠躁之苦的同时 也可以维持营养均衡 左挑右选 满桌的食物到底该吃什么好 今年24岁的杨先生长期饱受肠躁症之苦 美食当前却吃不了 一滩嘴可能就要跑厕所 面包啊面食 我是几乎完全不能碰的 那还要乳制品 那时候是喝一口牛奶就会拉肚子 每周富通大于一次 排便频率与形态改变 且症状超过半年 就要小心可能是肠躁症 而台湾人盛行率就有10% 然而通过药物治疗 大约只能改善7成 因此台中荣总肠胃科与营养师合作 开发三阶段饮食计划 第一阶段减少国具糖 乳糖等高负敏饮食 例如小麦制品奶类豆类等 以低负敏饮食取代 例如米制品黄瓜葱绿 两到六周之后 接着在医师的引导下 重新尝试高负敏饮食 最后拟出一套客制化菜单 在网路上搜寻的图片 有很多图片都列举了好多食物 是叫做高负敏食物 那这背后会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假设说 长期的限制这些食物呢 那患者的这个饮食的多元性会下降 所以第二阶段 它最大的目的是 扩充患者的一个饮食丰富度 那我们现在经验上来讲 我们这几位执行低负敏的患者 他在第二阶段之后 其实扩充性都蛮大的 他可以吃回当初 我们一开始限制他的 大概七八成的食物 肠胃科的这个专科医师 再加上我们的营养师 来搭配设计的这个饮食 我相信在肠胃症的照顾里面 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提供更顺畅的这个解决的方法 减换肠胃不适 同时维持营养均衡 透过客制化饮食菜单 为肠躁症患者提供 非药物的治疗新选项